这是我的家 一个我更愿意称之为迷宫的地方 这位突然出现幻觉 流鼻血的男士 是我的丈夫 同时 他还扮演着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哥哥 吃饭吧 那位总是在第一时间 出现在他身边的一时 就是他的妹 我可以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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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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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更多时候 我都像今天这样 站在这里 仿佛一个旁观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或者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情第一��讯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问题 通过 我是生亡用的 与点栏目 播col三年 进入 马丹 你找我 我想了很久 我们还是分开一阵子吧 我们还是分开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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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郎 看看 几点了 怎么还不换衣服啊 你们先去 这说好去都怎么又不去了 不 不 我不舒服 我晚点到 南哥 你心里怎么样 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的 没事 艾春 你跟庄世伯说一下 就说我不舒服 我晚点到 好吧 要是有什么事 我给你打电话 好 夫人 我们走吧 艾春你先去外面等我 你不是总说 问庄世伯和不来吗 这不正是你们俩 拉拢关系的好时候吗 宝贝 你们准时到 就给足他面子了 夫人 牛排酱准备好了 您尝尝 不错 不错 准备得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挺好的 你尝尝 我觉得太咸了 要不这道菜取消吧 为什么呀 嫂子 哥哥这帮同事 哥哥对西餐很在行 一点不对的味道 都能吃出来 既然咱们今天请他们来 就得拿出最好的菜来 别人的嘴巴 没有你那么刁吧 再说了 师父们都已经忙了大半天了 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 是啊 小姐 牛小排都准备好了 那就赶酸香牛小排吧 一样的 幸福生日 您是 是不就 你真是贵人的往事啊 小弟是一凯集团的胡串啊 感谢王总 感谢朗副总 还有大业投资公司的各位同事 还有各界同仁 在我生日宴会这天能够出席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 女主人去哪呢 不好意思 我去叫她 适配一下 直言你照顾一下 好 大家稍等一下 很抱歉 我不能配合你演出 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 哥 哥 怎么了 怎么了 又流了 没关系 我好了 没事 我好了 没事 我好了 没事 吃片药 打击精神来 如果大家问起嫂子 你就说她头晕 吃了药睡了 别让他们看出破绽了 好吗 郎总 您这是 我 老副总 姐 弟妹没事吧 没事 要不我们把弟妹 送去看看医生 不用 嫂子有点感冒 已经吃了药躺下了 那这样 我给我朋友苏大夫打个电话 请她过来看看弟妹 好了 没那么严重 黄总底下等 下去吧 郎总 我下请 走了 我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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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张小姐 这什么 是从那个花篮里 调出来的 没事了 你去忙吧 老公 老公 看 热腾腾的咖啡 庄氏伯过生日 他老婆突然间就消失了 真搞不懂 不是说病了吗 我一分钟前还看见他了 说病就病了呀 我也觉得奇怪 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啊 连招呼都不出来打医生 遇免太失礼了 庄氏伯和他老婆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我看庄氏伯这妹妹 庄志颜 更像他老婆 谁送的 就是那个胡川 这家伙 有点意思 不请自道 建庙就拜的丸固子弟 能当上易卡集团的老总 就不是一般人了 纯金的 你帮我处理吧 我懒得跟这种人打架的 是啊 少打架到为妙 你今天跟嫂子 到底是怎么了 她至于离家出走吗 不清楚 而且还是在今天 嫂子实在也太冲动了 今天这种情况 要让你们公司的人 看见可怎么办呀 真够玄的 真够玄的 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我去找她 你上哪儿找她去啊 你们两个好好冷静冷静 明天我去找嫂子好好谈谈 这个时候这么关键 千万不要影响你的工作 剩下的事我来办吧 你先换衣服 我去放洗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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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喜欢的 你自己认为 这么多的 我去的 早上好 嫂子 你是跟你哥来当睡客的吧 有什么话快说 我还要上班呢 嫂子 为什么突然不辞而别了 你们还发现我不辞而别了 很好 我的目的达到了 你的目的 对 我就是要选择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时间 离家出走 不然你们永远意识不到我的存在 你们永远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什么叫你们啊 你们就是你和你哥 我哪里得罪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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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رف账 你这么若本来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配合你们演出 继续塑造一个无懈可击的幸福家庭 对不起 这种戏我已经演腻了 我不想再演了 嫂子 真的别再闹情绪了 回家吧 你这样跑出来 对哥 对你 对桃桃 都没有任何好处 要我回去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你离开 走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 转哥 嫂子身体好点了吧 没事 没事 我看您要多注意身体 昨天晚上我看您的脸色也不太好 以后这种生日宴会不棒 费心费力的 幸亏纸言在那儿张罐 对啊 纸言真是太厉害了 昨天晚上的派对是一流的 转哥 昨天美股 受联邦货币储备局 调高利率的影响跌得很厉害 中国企业在华尔街上市的 ADR股票也是跌得一塌糊涂 我想这个时候中国股市 会做出连锁反应的 现在买进合适吗 放心吧 这几只股票肯定会开低走高 转哥 那您忙 我先出去了 在哪儿的昼电话是复职市 il克务费头 中指客的风筋 混蛋 你今天怎么了 心浮气躁的 基建可是一个讲究工胖节奏的运动 你这样肯定要输的 什么 你真的离家出走了 那你老公什么反应啊 没有反应 不过他有发言人 发言人 谁啊 他妹妹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什么了 还能说什么呢 王丹姐 你也太冲动了 你要知道 你老公可是号称金融界的裴永俊 你这个时候离家出走 万一有人趁虚而入 把他给抢走了 你后悔可都来不及 不过这个装饰博也太可恨了 这么长时间 连一通电话都不打过来 不尽人情 行了 干活去吧 是该干活去了 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了 可得好好地管一管了 呢 新的谷布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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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庄师伯 你也太过分了吧 王大姐她怎么了 她哪一点对你不好 这么长时间 你居然连一通电话 都不打过来 小姐 你认错人了吧 我没有认错人 我找的就是庄师伯 庄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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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过去一下 好 庄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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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啥 回来啦 回来啦 今天你去看你嫂子了 她什么意思 还是老样子 觉得你对她不够关心 我还怎么关心她 我总不能放下工作整天陪她吧 嫂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给个台阶下不就完了吗 快让她回来被老住在外面 万一让人家知道你们在闹分区影响多不好 好 那你去洗澡吧 洗澡水放好了 他们兄妹似乎永远活在 只有他们走得近的精神堡垒里 分享着属于他们的情感和秘密 我该把这称为默契 还是暧昧 先生又去庄小姐房间了 拜托 今天一定要去找嫂子好好谈一下啊 把她接回来 别再僵尸下去了 听见没有啊 嗯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能告诉我吗 我这么做 是想让你正视我们的问题 我们家的问题 我们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问题 我们家的问题 都出在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你没庄职业 水烟得罪你了吗 她没有得罪我 她对我很好 但是我就是觉得 她介入我们这个家 介入得太深了 什么叫介入 她是我妹妹 她是这个家的成员 她是我们这个家的成员 没错 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的成员 家里 家外 大事 小事 哪一样不是她一手操纵的 大到你的工作 你的社交应酬 小到你的洗澡水 哪一样不是她在处理啊 你觉得这样正常吗 这话我已经憋了很久了 她不但要掌控你的一切 连涛涛她都要去影响 你不觉得吗 涛涛现在的一举一动 多像她的姑姑啊 我就是怕她被影响得太深了 所以才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去的 我不是在跟指言争什么 我扎碗灯不是那样的人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指言的问题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姑娘了 不交男朋友 不谈婚论嫁 甚至连一个闺中密友都没有 整天黏着自己哥哥身上 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管这个管那个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 她既然那么渴望家庭的温暖 为什么不自己去组建一个家庭呢 这么纠缠却槽都算怎么回事嘛 说吧 我就知道你是不爱听这些话的 但我这么说我这么做 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家好 也是为了指言好 你要是舍不得她搬出去的话 她一辈子都不会嫁人的 不嫁人怎么了 不嫁人我养她 我养她一辈子 你这样做是害了她你知道吗 大婉丹 我告诉你 你可以怎么说我都行 但是你不能说指言 没有指言就没有我庄师伯的今天 他住在哥哥家里问心无愧 他住在哥哥家里问心无愧 我们的问题 我们家的问题 都出在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你妹庄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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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擦一擦 你把这头养一下 养一下 对 这样好一些 对对对 对 不好意思啊 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 老牧总 这流鼻血很正常 干嘛这么兴师重重的 师傅 你可不能大意了 这样 我给这个 德光医院的张晏昌打个电话 马上送你做个全面检查案 谢谢 谢谢 谢谢老牧总关心 我没关系 我身体不是豆腐做的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 这个事你真的不能大意 这流鼻血不是小事 师傅 这样 即使你不想马上去检查 也要回家休息 你真的不能再工作了 小曲啊 你赶紧送庄副总回去休息 好 庄副总 回家先休息吧 咦 这庄副总怎么又流鼻血 我上次在洗手间的时候 都看见他流过一次 是吗 什么 哥 怎么又流鼻血了 是跟嫂子谈得不顺利吗 我在想 我应不应该后悔当初的决定 我应不应该后悔当初的决定 我把我哥交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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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后悔当初的决定 就是个字 我把我哥交给你了 我把你交给你了 我把你交给你的 我把你交给你了 我把你交给你了 你不信任意 不后悔 我们的决定是对的 婚姻是你步入主流金融圈的 第一步 你不信任意 刘妈 是你吗 我想问 先生有什么衣服要洗吗 没有 那我下去了 你最近老是频繁流鼻血 我觉得不对 我还是去潘医生那儿 帮你的咨询一下 没事 别大惊小怪的 在别人眼里 突然流鼻血就不是小事 朗前一一定拿你的健康问题 大做文章 来了吧 喂 董事长 您好 没有那么夸张吧 没关系 只是流了一点鼻血 可能这几天我上火了吧 您放心 我身体壮得像牛一样 谢谢董事长关心 好 那我挂了 也说对了 现在我已经成重病孩 应该住加护病房 董事会在评估总裁人选的时候 健康就是第一位的 哥 健康真的非常重要 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哥 这么多年来 我陪在你身边寸步不离 我不就是担心你的健康吗 这也没事 别担心 你嫂子怎么就不能理解你呢 这个家啊 家里家外都是你在打理 算了 嫂子要说就说两句吧 反正我也不在意 好 婉丹姐 婉丹姐 今天你们跟庄先生的人见面说什么了 和好了沒有啊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也沒有那麼樂觀 她心裡根本就沒有我 只有她妹妹 我在家裡 不過是一個心痛虛者的傀儡 沒那麼嚴重吧 王丹姐 我覺得 莊先生對她妹妹好 也沒有什麼不對的 我還夢想能有一個 這樣的哥哥疼我呢 再說了 她又不是對外面的女人好 你就別那麼小心眼了 她們兄妹不是一般的好 她們一定有什麼秘密瞞著我 我相信我的直覺 秘密 能有什麼秘密啊 餵 浪副總你好 您有什麼事兒嗎 你說什麼 進來吧 嫂子 有什麼話不能在家裡說 非得約到外頭來啊 今天下午朗副總給我打電話 說世伯 下午在公司流鼻血了 她現在怎麼樣啊 朗前夷給你打電話 你怎麼會打電話 自己的丈夫生病了 還要一個外人來告訴我 我這個妻子是不是很失敗啊 你放心 嫂子 我哥沒事的 就算有事你會告訴我嗎 劉鼻血是哥哥的老毛病 你也知道 嫂子 現在可是我哥最關鍵的時候啊 你能不能 不總是把什麼事兒都跟總裁 扯在一起呢 可這是莊家的頭疼大事兒現在 當一名金融家 是我哥哥的理想 也是爸爸媽媽生前的希望 更是莊家的榮譽 嫂子 我們能不能顧全大局 我希望你早點搬回來 不要再跟哥哥鬧矛盾了好嗎 別拿什麼理想和目標來壓我 你很清楚我們之間的分歧所在 只要這個分歧在 我們就沒有辦法真正地溝通 我們就沒有辦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过两天安排你和董事长打场球 证明你的身体很健康 没必要那么刻意 谣言指引智者吧 智者也是步步为营的 还有 我想好了 我还是搬出去 你干吗要搬出去 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我必须搬出去住 我就不相信除了要你搬出去 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总的有人让步吧 嫂子现在在气头上 当然只能我让步了 等过两天她想通了 心情好了我会搬回来 不是一样吧 就这么说定了 你自己来吧 其实嫂子说得有道理 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老这么黏着你们 跟长不大的孩子似的 过两天我去把学校的宿舍 收拾一下 智妍 你真的想通要搬出去吗 也好 这么多年你为了我 为了这个家 付出了很多 也该有自己的生活了 这样 我让新浪帮你收拾东西 新浪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他一直怪我 管你管得太严 他对你也有好感 你就考虑考虑 你们俩知根知底儿 好 好了 找什么呀 庄小姐 找什么呀 庄小姐 他叫周谦 曾经是我的基建教练 我们一直保持联络 像朋友一样无话无谈 这是从庄职严的钱包里 调出来的 审知碟 这是一张勾钥收据啊 那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庄职严的钱包里 怎么会调出一个 叫审知碟的勾钥收据呢 我特别奇怪 说不定是他的同事或者朋友呢 他根本就没有朋友 也从来不跟同事来往的 那也说不定 万代 这对解决你和庄师伯之间的问题 有帮助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